目見人尊者,他的道行是他找天皇,他找台人所尊敬 所以他叫大家 會名說,偏概來外經濟,故人道 有什麼叫做道呢?因為所有的外道和我們副法的經濟都了解 所以叫做道 超出九十五種外道,故人盛 那麽,目見人尊者,他的功德,他的受音超過一切多道 所以叫做行 經濟略稱大,色與多聖言 那麼簡單,幾乎說大,實際上還有道和行 列在記中 所以叫做目見人 會名說目見人 所以我們這部經叫做大目見人 實際上應該叫做摩荷目見人 因為摩荷目見人有代道行三種 一切天靈,強勁叫代 通代一切經典叫做道 那麽,勝過多道行 目見人出帆彩俗士 彩俗士,俗就是鴨彩 所以這就是反彩俗士 所以這是反彩的意思 尊者之生,他生叫做目見人 摩荷目見人 初生尊貴,過年得以生的清淨 因爲他的生尊貴 所以我們稱名的時候 叫目見人來稱 所以那個人有時候 他就是稱名,有時候稱聖 那麼,像一般我們聖名都做在叫,對不對? 有的人如果說沒聖的人就只有叫聖 什麼先生?張先生、李先生 都這樣說,不能叫他的名 如果有聖的人才叫名 所以有時候叫名,叫聖不得 外國人也是這樣 那麼,所以這個 因為他的聖尊貴才會叫聖 十代地主中,神通第一 這是佛的十代地主裡面的神通第一 那麼,譬如說阿蘭說道文第一 有的是天安第一 有的是地徽第一 夏禮佛,該空第一 宿佛第一 那麼神通第一的一個目見人 言六通者 台目見人輸得六通 什麼叫六通呢? 一天安、二天理 天安通、天理通 三他心、心通、四俗明、五心照 六、老真、老人通 這是神功名的,阿蘭解釋 說天安、鐵堅、送來發色 什麼叫天安呢? 天安就是可以鐵 鐵就是通鐵 通鐵記到什麼? 種來發色 種來、種發的色 什麼都種呢? 我們沒有一個種來 比如說我們這有一個頂拼 有一個布 有一個山 我們就看不到 它有種來 我們肉眼如果有種來的東西 跟我們種來 我們就看不到 但是天安的人 他可以看到 鐵堅就是他可以透鐵 透過 有一個山在那裡 他也看過 對面的東西 有一個椒頭 他也看過 有一個拼 他也看過 有一個拼 他也看過 天安 所以天安 鐵堅 種來發色 就是說 種來裡面的外面都看得到 什麼種來、種發呢? 例如這個青蛙拼 這是種來 我們如果住大電裡面 這是種來自來 我們看得到大電 但是這個拼 我們沒有看到 種來外面的東西 但是天安都看得到 這叫做天安通 另外這個種子 要是種來的物質 以外 比如說我們肉眼也有種來 對吧? 我們肉眼眼眼睛 如果不好 我們看不到 對吧? 看不到青 我們看金不太多 看紅 對吧? 看金不太多 看紅 對吧? 這肉眼就是這樣 但是天安不管 都看得到 所以 鐵堅 送來發色 天理呢 基本 人 輝輪聲 天理不是只有聽到 我們人的聲 還有輝輪的聲 輝輪就是 這些鬼德的聲 特性的聲 那是天人的聲 都聽得到 那麼 這是說天理 他心 了解 中心差別 他心也叫他心通 他心通就是 我們了解 中心心 它有種種的差別 這人想這 這人想那 我們都知道 叫他心通 小明 意識 忍識 結束 小明都可以回憶 回憶 他人生的 忍識 過去夾的事情 過去生 過去夾的事情 叫做小明通 心中 四現種種變法 心中通 可以變法 像經典人說 丁心出血 會心出水 丁心出水 丁心出水 會心出水 在空中行自作模 這種種 阿羅漢的心通變法 丁心出水 這就是四現種種變法 老人是低 扣接的度 什麼叫老人通呢 就是 煩惱等真 煩惱等真 它可以通達什麼呢 扣接的度 的真理 性感是扣 性感扣的因是接 那麼 我們要了解 死於等煩惱 要來想什麼度 他都知道 所以都知道 扣接的度 六解清心通常 有什麼六種都叫做心通呢 有什麼叫做心通呢 心靈天心 通靈悔心 天靈之悔照照無愛 什麼叫神 神叫做天心 天就是本心 祖連我們本來就有這個心 天就是說本性基礎的心 叫做天 天心 神通 神通 本來就有的 那麼通靈悔性 通就是說有地悔之性 那麼所以神通就是說 天靈之悔照照無愛 眾生本有的地悔 它就能照照無悠重愛 所以肝心無悠重愛 肝心無悠重愛 肝心無悠重愛 心無悠重愛 心苦也無悠重愛 來去自如 那麼地悔也無悠重愛 所以叫做六種的神通 所以這個神 所以這個神的 偶爾大師說 本來的心 本思義 叫做神 那麼通就是地悔的通代 所以天靈之悔照照無愛 叫神通 那麼這是偶爾大師以主概的心通 那麼我們一般所了解的心 說不可屬於 叫做神 我們無法屬於 通就是無悠重愛 叫做通 也是可以 但是偶爾大師以主要來講到 我們的本性 本性有的 譬如說 言輸得者 有什麼說 輸得者 剛才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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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見人剛才得到心通 六通 是神的 水解本宮 所以叫做心通 神就是本祖祈祀 我們大家都有心通 本來就有了 本來就如來的地悔得性 本來就有的 神通妙養 這叫做神 本來祈祀 但是 乖不憲前 思寡 受憲 因為我們眾生 不會 煩惱 接著 所以我們的神通 無法憲慎 所以必須要 假借 受憲來 憲慮 所以 思寡 受憲 眾生煩惱 接著 所以無法憲慮 頭蓋受憲慮 才會有辦法憲慮 今 尊者以下禮佛 祖文 因緬清義 頓埔建協 情思特環 這是說 審理佛跟目見人 在家的時候 兩人是朋友 簡單說 也可以說 他們在外島的 事實兄弟 是朋友 都是受外島 那麼受外島的時候 兩人都受不成功 有一天 審理佛在路中 看到一個BQ 是一個人 很偉儀 我們經典來 叫做馬勝比秋 說 喔 這個人這麼偉儀 這麼重嚴 他一定有很好的師父 你幫他教 他一定有老師 所以他就問 請問你的老師是誰 請問你的師父是誰 他說 我的師父是佛 他說什麼是佛 佛就是一切抵抵 他說請問你的老師 跟你說什麼 他說 主要因缺生 主要因缺 婚 跟我佛 代サ的人 雄則盧 心 適扇 Introdu 主要因缺生 主要因缺生 馬上 鑽 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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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虎 無界年一聽也淨醋過 這兩個人都是這種的經濟 所以夏立佛順者跟無界年順者就來祭佛 所以順來祭佛 先來的敵感 所以知道佛這麼多偉大聽到之後就淨醋過 順就是馬上 就來祭佛了 所以夏立佛聽到 世順這麼多偉大 馬上跟無界年說 兩個人淨醋過馬上就來祭佛來祭佛 先來的敵感 如果佛觀點說先來BQ 散來比丘 虛法自弱 那馬上就敵感 就成這個BQ 意思是說祭佛你來,你發心你就是BQ 散來比丘 馬上敵感 那麼所以他聽到佛了馬上來祭佛 散來得戒 敵如先所見中佛觀察 便於優勞心得解脫無勞 意思是說他出家後 來祭佛後 如先所見 淨醋過後 有跟他說的有法 那麼他來中佛觀察 主要他不用生主要他不用 還繼續觀察 便於優勞心得解脫無勞 這個有煩惱 無敵悲心 馬上變成有敵悲 經論裡面說出家一個月 種阿羅漢戈 六年 六年 六年聽到那句話 種重歌 馬上去出家一個月 之後就種阿羅漢戈 所以這個蘇得了通 就是什麼時候 就是他去祭佛後 一個月 就這條六種的神通 這條阿羅漢戈 所以因為他這樣觀察 便於優勞心得解脫無勞 解脫地生 26年 解脫地生 解脫地生 解脫了 先蘇未跌 利金直子 過名疏跌 本身既照的六種的神通 本來以前是沒有 但是因為 聽佛 復法後 正醜過正阿羅漢戈 利金直子 過名疏跌 所以叫做疏跌 六通 这是目减人尊者,他的遗免 所以目减人尊者和夏丽婚都是禁忌很好 目减人一个月就正好 目减人到老的时候,翁姓比世纯以前的翁姓 目减人尊者后来在吐巴当中 尊者在吐巴当中用吐巴当中 这是他过去的减人 夏丽婚也知道目减人的方式 所以我说,我也知道佛要入立宴 所以佛给我们入立宴 因为过去,祖佛的最首帝主 可以逼佛以前入立宴 所以夏丽婚目减人 都是佛不入立宴进行,他们两个就入立宴了 入立宴 所以佛后来的犯 不知道变成搞磨合家设 跟这个阿难尊者 帝佛的第一是夏丽婚 不过年神统帝,他们两个都是成功性的 那么我们看二十六亚 神素未知,离金得志,股名输得 本身的地灰心通本来有,但是现在得到 因为收,都得到,所以叫做疏敌 这是以以神、共、炎三种数量处力 法寄、灰、孤、无仪三种改革高症 五六通力超过期一切成文 有什么它可以得到的六通呢? 是以以神、共、炎三种数量处 那么数量处呢 就是我们这个观心不正 观想是苦 观心无上 观法无悟 这是对地重心的四种的点斗 第一,观心不正 要观这个色心是不清静 重心因为色心是清静的 因为色心是营救的 所以呢,这个无间人尊者 第一,观心不正 这个色心是不清静的 我们不要接到这个生活 第二观修是苦 我们世间所有的修都是痛苦 就算快乐的修也没有营救 快乐的营救 大家吃饭一次就饭 不然应该一直吃 对不对 吃肚的人也是同样的 吃一次 当然要这么好 哪有每次一直吃 越吃越重 对不对 表示没有改革 对不对 不然酒越吃越厉害 越吃越疯 越吃越疯 那么这就是因为色感都是苦 就算快乐也是没有营救 所以第二观修是苦 观心无双 我们这个心的色是无双 最好观伐无悟 观我们这个胸 行 胸文、行文、丁丁 都是无悟 所以这叫做素两处 所以阿罗汉 他如果要做阿罗汉 他就要修这个素两处 修这个素两处 修这个素两处 可以对体重心的点倒 十分之后 或是不准 修身是不准 修身因为胸 修身是乏的 手受都是坎苦 修身因为修身是快乐 修身不愿快乐 修身不愿快乐 修身是不准 修身都是苦 有一个人也苦 不一个人也苦 对吧 所以 每一个人都是苦 有感还有无奈 又无奈 在无奈 没无奈 第三重点就是众生的心是无悟 因为有悟,可以主宰 反心无双,反法无悟 叫做数量处 数量处,这些所谓有三种的数量处 叫做生量处,共量处,业量处 这是三种 因为收这三种不一样的数量处 三生会说,发起这个非、非、非、无意 三种处团 就是发起什么处团呢? 会解脱、聚解脱、无意解脱 这三种阿罗和够 那么我们先说够,不要先说因 我们先说够 够简单说阿罗和够有三种 第一种叫做悟该团 就是说它只有地悔,它观众法的经历 够简单说它三种地悔 所以它三生地悔 以后等烦恼 所以这条阿罗和够叫做悟该团 第二叫做故该团就是它定悔旗族 它不但有悔,还有三种 他能参加会设划 所以故该团的人不但有地悔,他又有三种 那么有三种之后 它有可能有心通 所以阿羅漢有一種是不神通的阿羅漢 叫做悔改團 它也不神通,所以叫做悔改團 這是因為它是地悔改團,但是它不神通 甚至它不神通的阿羅漢也有 第二種古改團就是它有神通 乃至它有神通的阿羅漢 這是叫做悔改團,就是定悔都悔改團 如果要出立盤,我們簡單說 悔改團的阿羅漢雖然有地悔,但是它無法馬上去立立盤 但是悔改團的阿羅漢因為它有神通 它可以當神通當中馬上 我要離開就離開了 我要下生命就下佔了 所以在經論裡面說,悔改團的人 他看到世間痛苦 他無法馬上離開這個世間 所以過去佛德在世的時候 有的悔改團的阿羅漢 他只有悔,他沒有神通 他要如何改團世間就是主殺 不然就是教他殺 我會依給你,我會伯給你,你給我帶死 我覺得世間很辛苦 因為他自己無法停止他的福氣 停止他的心跳 來改團世間 如果是既改團的人,他自己在閃爭當中 讓自己的心跳停止,讓他停止主人就會死了 他就可以當主人敲出三角 這是既改團有閃爭和神通 那麼無疑改團是更厲害的 他有變財無害 除了,他有頂有悔 他有神通 他也可以對無疑的境界 問你 那麼可以去種種無害的變財來殺 這就是無疑改團 所以阿羅漢雖然都是阿羅漢 但是他三種的差別 那麼有什麼有這三種的差別呢 就是因為他受數量出有三種 所以三成他的結果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說 因為他只受地灰而已 關地灰,所以他是灰改團 他沒有神通,他也沒辦法 想說我要來翁星,我就來翁星 我來翁星,就來翁星,就來翁星 沒辦法 那麼像過去的神通的祖書 他說 你這支香差的 我點什麼香還沒倒了,我就走 他可以這樣 那不是因為我們說 阿,我要翁星了 就還沒翁星 還有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到也不會 人家是有想定的人說 好,你香差的 香還沒倒了,我就走 或是說過去的人念佈也有了 有的念佈,念到翁星 以低時級 就跟人家說 我當時,以前有一些祖書 他說我當時要翁星 他跟連優、帝主、在家宿 都跟他講 那麼時間到了,他自己忘記了 結果他的信徒說 師父,你不是說要翁星,還在這裡走 還在這裡走 還在這裡走 對,我才不記得 還不記得 回去就說要翁星 回去就說要翁星 回去就翁星了 就是有這種的能力 所以叫做 旗改團 當然這種改團 如果只有閃爭念也可以 但是 有閃爭如果沒有禮拜 雖然可以去,也沒有改團 所以這個 過去雖然有一個上座 說他收音 收得多好多好 還有一個上座 說我感覺你 沒有了解思維的意思 那麼 之後 這個人就不開心 說你有什麼說 我沒有了解思維的意思 你現在點香草 這支香草沒點後 我就走 我證明給你看 結果香草 真的香草沒到完 就走 結果那個香草說 你做託利王幾不有 意思是說 你可以隨意做託利王 但是佛法還沒忘到 佛法還沒忘到 什麼意思呢 簡單意思是說 你隨意有什麼定力 可以坐經過也好 不吃飯也好 或是說法式就死也好 但是佛法還沒忘到 就說你沒有慰 所以我們這個意思是什麼 有定有灰 如果你要定 如果那個香草說 你會很高大作 坐很久也好 不用吃飯也好 甚至呢 Q差的法式就死也好 你有這個靈略 沒有錯 但是你有這個閃爭 但是你就沒有滴灰 那那個香草說 雖然我沒有這個降雨 但是呢 它有灰了 有灰 沒有定 就沒辦法想要死 要死就死不去 它每年就想要往生 就不會往生 這樣 有定沒有灰 雖然可以去 但是就沒有滴灰 沒有滴灰 雖然這樣 坐著香草的 就是了 也沒了生死 會繼續輪迴 沒了生死 所以呢 這個定灰 兩個都有的 當然是 比較困難 所以這個阿羅漢 它也有這樣混的 有的有滴灰 但是它就沒辦法 說要死亡 真的有滴灰灰 時 有些有神通的阿羅漢 知道要要死亡 他才經典來講 說要死亡 真正幾六萬阿羅漢 都提早死亡 當然不是 我們這個世間看得到的 這些阿羅漢 有的經論說 很多阿羅漢都死亡 為什麼它有降雨 有些沒有的要怎麼 沒有的就沒辦法 等於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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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叫做飛改團 但是 雖然它沒有降雨 但是它也是阿羅漢 所以這是 這個差別 那麼其他呢 我們的名字再說 好 請合掌 南摩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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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惮 transitions into the Bible 煩惱無盡試願段 煩惱無盡試願段 煩惱無盡試願斷 煩惚無量試願學 煩惱無盡試願學 浩道無上試願誓 請踩起於這個 26 行 我們常常說這個 台無見面的疏疊磊通 就是說這個無見面的存在 出家一個月之後 症犯的犯覚 症犯的犯覚之後 直到磊通 六種的心通 所以我們看二十六項 第一項 心疏未疊已經疊疊 苦名疏疊 意思是說過期沒有疊到心通 當然 藕藝大師祖介說 我們中心本來就有 本性就有這個心通疊悔 但是因為沒有疏疊所以不疊 現在已經疏疊 過期就沒有疊 所以今天疊到 所以苦名疏疊 這是意義、性、強、炎 三種數量處 發起悔、疾、無疑 三種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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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起悔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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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慧解脫的阿禄漢 我們在家人想要在家貝改團是不可能的 我們在家中只有在家貝改團而已 貝改團是阿禄漢 阿禄漢在家中沒辦法收 在家中最多收到三個 我們也要出家後就賺阿禄漢 這是經論來所說 那麼第一種是貝改團 我們說貝改團就是 他用數量無數的貝改團 那麼他有這條貝改團 但是因為他沒有閃團 他沒有到四殘八頂完全記住 那一集滅禁定 所以貝改團的人 他沒有辦法有神通閃團 當然不分有 但是沒辦法完全記住 所以叫做貝改團 其實他有貝改團 當然他可能有超閃、未閃 但是他沒有把所有的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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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 那麼貝改團的就是說 閃跟閃都記住 所以貝改團的阿禄漢有的無神通 有的無閃、閃、閃 那麼貝改團的阿禄漢是有神通、閃、閃、閃 意思是說他不斷修徽、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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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叫做貝改團 那麼無疑改團呢 就是說他不斷修徽、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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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通達一切紋理 那麼這條事無來解 有這個便宅無來 那麼對貝改團的可以通達 所以一切人籍也能修徽 那麼這叫做無疑三種的解團一個正 那麼這三種都是阿禄漢 所以我們說阿禄漢有三種貝改團的阿禄漢 貝改團的阿禄漢和無疑的改團的阿禄漢 就是有這個貝的可以修徽的 那麼禄漢在這個地方說不見人 這三種都有 那麼這是阿禄漢的貝 那麼我們在頭上看就是想這個因 有什麼在這條這個貝呢 就是依於性、強、炎、三種數量、數量 數量、數量 我們實在數量圖裡面說有做別上念和中上念 別上念就是 什麼是數量圖的別上念呢 別上念就是關心不正 要正後就算過了 他就要先關 我們這個色心是不正 那麼這個色心呢 做這個不正關、九想關 色心的頭髒經過 那是身體裡面的肺、人、大小便 都是不正 這是關心不正 第二,關心是肺 關我們世間種種的肺、都是痛苦 哪是我們吃東西 哪是天人的肺、哪是我們如感情的肺 哪是我們如感情的肺 一切肺都是肺 三角裡面都是肺 那麼關心無雙 我們這個心的黏黏生味 柴柴柴生味 無雙心的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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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 那麼關法無雙的就是關 其他的心所有法 譬如說我們有這個想、性 那麼這個跟內心的種種方的 都是無雙 沒有主宰性、沒有因求性 那麼這是別上念的數量圖 那麼這是別上念來的說試念圖 但是這個所在還有分三種 就是正公園的 就是性的數量圖 僵的數量圖 緣的數量圖 意思是有數量圖有三種 第一種叫做性的數量圖 什麼是性的數量圖呢? 就是一文書收三非為替 那麼專文在理替上來管教 這個心是不淨 收是這個痛苦 心無雙法無誤 那麼一專文在這個 依非為替 那麼這個性數量圖是說它 依非為替 專文管理 這個數量圖的理 那麼僵的數量圖 僵的數量圖 僵的數量圖 就是說僵數量圖 就是不淨以非為替 來管教 而且還要收其他的想定 還有其他的心所 就是說以定和以非 簡單說以定和以非為替 來管教這個數量圖 所以叫做僵 僵就是說不是只有收費而已 還有定 而且他所管的也不是只有管理 他還要管理和思 都有管 所以叫做僵數量圖 那麼圓數量圖呢? 就是不淨觀思 觀理 還有觀一些議言 分理 一些告法 都可以了解 所以這叫做僵的數量圖 那麼它是說 依非為替 依定為替 信一波 了解理數 乃是分理 那麼 那麼 收僵的數量圖 將來變成無意 非解脫 收僵的數量圖 只有以文書 收三非為替 觀這個數量圖的理 那麼 將來叫做 非解脫的阿路圖 那麼如果收僵的數量圖呢? 就是說有定還有非 那麼觀一些理 以外還有觀書 那麼它將來變成 既解脫的阿路圖 那麼如果收僵的數量圖呢? 觀思觀理 那是觀一些議言 文理 那麼 將來這就是無意阿路圖 無意就是說 它不但有定有規 之後它還可以變財無礙 這叫做無意的阿路圖 所以這個所在是說 目見言尊者 身受未得 離金得逐 顧名輸得 那麼有什麼定的呢? 它就是 依於 成功的三種數量圖 那麼 因為收這三種 都收 所以發起 付它解脫 既解脫 和無意 三種解脫的阿路圖 那麼這是 收阿路圖的因格格 當然三種的數量圖 我們是依照經論裡面 會這樣解脫 那麼 真的 可以收到那裡 那就是阿路圖 才有辦法了解 它的內容 我們如果說它 成數量圖 會解脫阿路圖 它就不知道 供數量圖 它也不知道 會數量圖 好控 我們是反覆 所以我們是說 它經論裡面這樣說 有三種 因為它的地位和它所關的經驗 那麼 它三星的結果 有三種阿路圖 那麼這段意思是說 目見的 它三種都有收 那麼 三種阿路圖 這種的 歌舞 它都跌 所以在到 火解脫 在到 既解脫 既解脫 就是可以有心通 所以現在在到六通 那麼它又在到無意解脫 就是說它可以使喚 它可以有種種的便宅 那麼這叫做 三種的 解脫歌曲 那麼這三種的數量圖 在到三種的解脫 會面說 國六通 在超過的 記憶一切 行文而已 所以因為它是收三種的數量圖 在到三種阿路圖的解脫 所以它的心通 它的六通 是在超過的 其他 記憶一切行文 這些BQ 等等 它都超過的 所以叫做心通第一 那麼 會面說 六通之性 解本記者 意思是 六通 有什麼叫心通 好像說 天心叫做神 尾解 叫做通 那麼 我們本來就有這個心 叫做神 那麼 本來有這個地尾之性 叫做通 那麼這都是本性記者的 那麼這個所在 黑衣大師說 六通之性 解本記者 有什麼 有什麼 人中的心通 我們人人本來都有呢 會面就記這個禮來說 有什麼 流色幽靈 全精讀書 佛格 立墓 滴字 黃昏 朗然 月宋 過去 有人 讀書 全精 在讀書 時 佛格 立墓 就是不知道 日頭已經是晚上 一直到黃昏 時 朗然 月宋 一樣 在讀書 大聲在那裡 在讀書 那麼他自己打到天晚上都不知道 他人中 佛格 立 有人從外面問我 立 他人的 天衣分露 如河 晚上中 有頭上 有 他人 會 有 你有 要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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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